好 現在講說影響我們的漁場 烏魚 烏魚是一種回流性的魚類 它會流來流去 順著水溫從這裡跑來跑去 很多魚都是回流 像我們現在一種鯭尾魚也是一個回流性的魚類 它喜歡的溫度是20多度的水溫 在夏天的時候 它活在渤海那一帶 活得很happy 很快樂 20度水溫它活得很快樂 冬天變冷了 那裡變冷了 溫度不適合 它又怎麼辦 它就南下 到台灣這邊來 到台灣 到韓這邊來 時間 每年冬至前後10天 所以每年冬至前後都會來 言而有性 所以烏魚又叫做姓魚 言而有性的魚 每年這個時候都會來 然後這個時候來的烏魚正直傳暖期 所以都很肥美 補魚那一堆的卵 把它抓了 宰了以後 做出來做成烏魚子 冬至12月22號補完以後 正好接過年上市 所以這是漁民的年終獎金 為漁民帶來一筆財富 所以烏魚又叫做烏魚 因為它為他做成烏魚子 帶來一個財富 就叫做烏魚 就叫烏魚 什麼時候來 冬至前後10天 好 請問你順著誰來 這還有什麼海遊 這什麼海遊 中國沿岸有了 順著中國沿岸有了 好了 冬天上面冷 往南走 那春暖發開以後呢 又有回去嘛 叫做回頭屋 回頭屋比較不值錢 為什麼不值錢 因為已經產暖完了 都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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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比較不值錢 下來的時候比較值錢 比較肥 回去的時候比較瘦了 比較不值錢 叫回頭屋 東東寺前後10天 就是烏魚 這在那邊影響什麼 想會影響我們的漁場 想會影響我們的漁場 考試問你什麼時候啦 東寺前後10天啦 順著誰過來 順著中國沿岸流過來 各位沿岸過來 叫做烏魚的回遊 烏魚的回遊 OK 然後這是以前舊票表問的一個笨問題 拖往漁船 就是漁船的後面拖個網子 然後漁船往前送 然後網子打開 然後把漁捕起來 叫拖往漁船 他問你說 拖往漁船要捕魚呢 應該要順海流而下 還是逆海流而上 也就是這樣子 所以漁民才要能夠理解 要知道 曉得海流的方向 因為他要知道他要順流而下 還是逆流而上 請問你 拖往漁船 應該順流而下 還是要逆流而上 所以要逆流而上 他網才會張開 才會有拖往的效果嘛 所以這是以前舊課本問的一個 簡單的小問題 這樣子 所以 這一段告訴你說 海流會影響我們的漁船 舉例叫做 烏魚 然後冬天的時候 烏魚順著中國沿岸流南下 到台灣海峽附近 時間是冬至前後時間左右 所以他言而有信 又叫信魚 為漁民帶來財富 就叫做烏鯨 然後就這樣子 OK